哈囉哈囉哈囉 聊天宵喵咪打戰爭時間來喔 那今天的話呢是我們的一年一度的 超級貓貓必中時間啦 那這一次的話一樣是我們的 聖魔大戰系列快要結束的活動呢 會有一個必中啦 那這一次的話聖魔大戰則是還沒開始抽的 然後這裡面還有一個就是那個 傳說稀有的角色喔 所以這一次我大概看一下能不能把傳說稀有的角色給他抽回家嘛 畢竟是我們的活動角色嘛 就給他做個紀念 我覺得應該也是會不錯 像之前的快打旋風的好鬼啊 我們也有給他抽出來喔 所以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 大抽特抽給他抽起來喔 看一下能不能取得我們這隻很像那個 天神的這個獸型態的角色喔 他是無法攻擊進出的敵人 但能夠一次攻擊遠處更多的敵人的角色 然後可以給予無屬性敵人極度的傷害喔 所以是一個遠距離的給予無屬性敵人 給予一般敵人極大傷害的一隻角色喔 那這邊的話 目前來說我們有9272個罐罐啦 我們就直接給他 欸~~ 抽起來好不好 那總共的話我們就抽到有我們的傳說西遊角色 我們在停手啦 如果一直沒抽中的話呢 我們就考慮一下 看一下該怎麼辦了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先來抽一下我們的超級西遊傳單 確定比重來 這邊的話大概抽完可以抽個60幾抽吧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有沒有機會把他給帶回家喔 第一次的10連抽 到底會中誰呢 那這一個系列的話聽說都是長得比較醜 但是威力好像還蠻厲害的一個系列喔 所以最好是能夠全部畢業 那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搖滾貓 再來是我們的 海盜貓喔 海賊貓貓的是第三隻 我們的快友貓 就是我們那個漁人貓啦 其實我覺得還蠻喜歡用他的最近喔 就是我們快友貓 沒有問題 再下一隻是我們的 聖女貓 感覺這一次應該是保底了吧 哈哈哈 有夠可憐 感覺是保底喔 這是我們的貓咪探射器 歡迎你 有沒有這一次聖魔大戰的角色啊 都還沒看到欸 是我們這個拉麵王喔 沒有問題 下一隻 是我們的美魔貓 會不會其實就是超級西遊的時候才會出我們這個聖魔大戰角色 因為他這次感覺好像也沒有其他就是西遊或是基西遊的角色 像我們那個什麼 EV好像比較多一點點喔 下一隻是我們的速解貓貓 所以最後一隻就很關鍵啦 最後一隻已經不要重複那最好喔 欸 來了 是我們的這個 耶穌Dex喔 這一隻之前在我們日版的時候我也是先出到這一隻啦 這是我們的耶穌大力士 喔 先出了 所以代表我們這一次搞不好會有兩隻喔 兩隻的超級西遊喔 再來下一隻 哈哈哈 又是他 哈哈哈 不要跟我講說我今天抽到的全部都是他喔 我會哭死喔 好 沒有問題 那我們第一次的十連抽中了兩隻這個耶穌大力士啊 那裡面的話還有其他一隻就是超級西遊 我是希望也可以就是 全部都抽起來好不好 全身的這個神造超級宙斯還有這個聖戰依化的這個聖鳳凰喔 尤其是聖鳳凰因為他有一個動作停止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阿嬤 好不好 還有這個神奇的瑪莉亞 欸 這神奇瑪莉亞真的是撒旦瑪莉亞的進化欸 我想說奇怪他怎麼變這樣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個烏斯漢喔 沒有問題 再來下一隻 上一次抽到兩隻啦 兩隻超級西遊還算是蠻賺的喔 希望這次也可以喔 再來我們第一隻是我們的 煞滿貓貓貓的是 沒問題 再來下一隻 是我們的 欸 大錘哥哥的是 好 下一隻 是我們的這個 功夫貓貓的是 好 再來下一隻是我們的 速解貓貓 嘿嘿嘿嘿 感覺好像真的有點難抽欸 我們是不是抽不到啊 我的天啊 下一隻 是我們的 貓貓貓的是 再下一隻 是我們的 怎麼好像重複啦 到底在幹什麼東西啊 我的天 格鬥家貓貓的是 然後這我們的冰刀二人組喔 欸 很難抽欸 我覺得這系列好像沒有超級西遊的話 好像就不太會 因為他這次的那個其他角色好像都是在我們那個 巧克力轉蛋裡面的樣子喔 下一隻 我們的小偷貓 沒有問題 換NP 再下一隻 我們的鬥牛式貓貓 完了 哈哈哈 反正我是希望最後一隻不要又是耶穌大力士就好了啦 拜託喔 不要耶穌大力士什麼都好 你把其他一些新的都給我也是好的喔 下一隻 好欸 阿伯 欸 是阿伯出現了喔 阿伯這樣出現了應該還算是可以OK 就是最後一隻是阿伯喔 好 我們繼續抽 現在目前來說我們才中了兩隻這個系列的好不好 一個阿伯一個那個耶穌大力士 我不知道能不能前面再中多一點啦 那個什麼瑪莉亞跟什麼聖鳳凰跟天神都來一下好不好 好 是我們的大錘哥哥 第一隻是我們的車輪貓貓 再來是大錘哥哥 第三隻 欸 超能力貓貓沒有問題 再來 下一隻 欸 是我們的魔女貓 呵呵 完了 我覺得這個系列的話真的是還蠻容易打擊我們信心的 因為他基本上沒有什麼那個耶 沒有什麼就是稀有或是機稀有的角色可以給你抽啦 所以他出來一定就是超級稀有喔 來 超能力貓貓 DES 下一隻 來 速點貓貓 DES 哈哈哈哈 好閃喔 還以為沒有超級貓貓啊 這隻蠢人貓 蠻希望最後一隻不要UP或是大力士都好啦 拜託 不要再重複了 是我們的拳擊手貓貓沒有問題 來 下一隻 什麼大錘哥哥 沒有問題 看我們第一次運氣比較好耶 我抽到兩隻喔 這一隻這邊竟然就沒法 喔 是汗 汗出來了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還差那個瑪莉亞跟鳳凰跟那個 跟天神喔 還不錯 還不錯 然後GOGO 哇 這一次真的是抽到一個翻掉耶 瘋狂抽 一直狂抽猛抽 魔劍士哥哥 沒有問題 再下一隻 發條貓貓沒有問題 再來下一隻 嘿 貓咪嘆氣 哈哈哈 給個 給個新的吧 貓貓 超級貓貓快來 這是我們的 海賊貓貓 沒有問題 下一隻 欸 再採高橋貓貓 沒有問題 再下一隻 哈 功夫貓貓 哈哈哈 完蛋了 下一隻 鬥牛貓貓 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逼耶 我覺得如果這邊的話再來一個送鳳凰或是天神 然後再來一個那個傳說蜥蜴 我們大概就畢業了吧 我們還有三隻超級貓貓還沒抽到的樣子 大錘哥哥 在下面一位 好 這個是我們的海賊貓 貓 有沒有機會咧 拜託不要重複了 不要重複了 還是我們這個 陰陽師貓貓 應該要到了 應該要到了 不要重複了喔 不要重複了 拜託 欸 水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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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是我們的 瑪莉亞 然後在那邊的話我們還剩下那個 聖鳳凰跟天神喔 哇 我的天吶 哇哇哇哇哇哇 我覺得有點恐怖欸 我的天 有點恐怖欸 我們還有剩一天的時間啦 不然我們的那個好了 我們 明天再繼續抽好了 我們今天其實抽的蠻多了欸 9000-3000點多少 我們抽了6000 6000除以1500的話大概是 44抽了吧 44抽其實目前還中了多少啊 中了一隻耶穌對不對 一隻耶穌 然後還有我們的 一隻瑪莉亞跟一隻阿伯 所以 這樣算是其實 44抽都有抽到一隻不一樣的角色的樣子喔 這是瑪莉亞對不對 是嗎 是3隻還是4隻阿 目前好像是 瑪莉亞 還有漢 還有漢 所以目前來說44抽 4隻角色好不好 然後 我們明天啦 明天我們再來抽那個好了 明天我們再來抽接下來的 目前接下來的話大概就是那個誰啊 我們的那個 欸 全能神咒師還有這個聖戰一化聖鳳凰 這兩隻好不好 然後再加上我們最想要的大概就是那個 欸這個 傳說稀有的這個角色 不是阿 極稀有的這兩隻是 到現在都還沒出現耶 欸莫名其妙耶 感覺真的是有夠難抽耶好不好 那我們最後的話我們留22抽啦 明天再來接續一下 我怕今天真的是抽太多 我今天心臟有點負荷不過來 有點恐怖啦 那 明天的話基本上我覺得 現在目前來說應該都可以把他們先那個 先到二階進化吧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們的一些介紹喔 這些聽說好像都是長得比較醜 但是能力好像都蠻好的 是不是 第一隻 阿伯 超級惡魔 均淋魔性暗黑地獄的阿修羅惡魔 將用黑暗戒律操控全惡魔界 並且能讓天使敵人動作變滿 所以他是能夠打天使敵人的喔 升起來 阿伯可以三階進化是不是 這麼猛的嗎 也可以三階進化耶 呃呦 出現在聖域界的尾神惡魔 是將天使送入魔性黑暗區域的分化身像 欸 畢竟能讓天使敵人動作緩慢 他可以在進化耶 好猛喔 阿伯 有點厲害 這改天再讓大家看一下 第二隻我們這個撒旦瑪莉亞 奪走了風光洞夢遊雪六聖球的瑪莉亞 將會更強喔 開始無敵的魔蟲進攻 撲動傷害無效 可以給予紅色敵人超大的傷害 他基本上應該就是那個吧 做那個 對對對 就是做那個飛毯的那隻吧 然後就是會飛過來 然後射那個光球的 這是我們的神奇瑪莉亞 經歷魔戰的瑪莉亞 自殺的操控六聖球 對發現征服世界魔風光洞夢遊淋浴殼加速進攻 看不懂這系列的翻譯你知道嗎 撲動傷害無效 可以給予紅色敵人超大的傷害喔 這次感覺也是蠻厲害的 再來是這個耶穌大力士 之前我日版有抽到喔 十二天使創造的聖神 根據惡魔界的傳說 如果死十二個 李莉平衡亂續了 就可能極激烈的簡力 善於攻擊飄不疊 他到底是在說什麼 我真的聽不懂你知道嗎 什麼叫做李莉什麼東西鬼的 你逆我還聽懂好不好 真摺哈特利啦 聖神皇將對抗生力的超惡魔 因為是十二天使創造的聖神雅 善於攻擊異星戰士 他跟那個黑暗系列英雄一樣 他二階是攻擊異星的 他一階是攻擊飄浮的喔 不一樣喔 再來是我們的烏斯漢 侍奉聖神納迪亞的天聖戒賢者 也是養育超級咒師的清本 有時候打飛有屬性的敵人必死 是營動變慢喔 所以他是培育超級咒師的人耶 所以他應該是最厲害的那個神的感覺吧 應該是這樣子喔 然後這個是 全秦之神烏斯漢是 真大天使的 李立能量死 迎向惡魔的教主 有時候打飛有屬性敵人 並使其動作變慢喔 那看來就只有這個耶 這個阿伯可以三階進化而已喔 好 那我們進化基本上 我們抽了四四抽 基本上有四隻不一樣的角色 都已經抽到了 所以目前來說還剩下我們的天神 跟那個 鳳凰跟我們的傳說稀有角色喔 那我們就明天再繼續接續 看一下能不能抽到我們的 就是傳說稀有的角色啦 好不好 那大家這次都抽到什麼角色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啦 好不好 那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這次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